怎么让独感的菊花分支更多 这个方法很简单呀 只要养过菊花了大家都知道 想让它分支多 那我们唯一的操作 就是打顶 不断的打顶 它如果像这样只有一根枝条的话 它大概只能开一朵花或者是一簇花 我们就要打破它的顶端优势 把它这个顶端的枝条给它掰掉 它跟所吸收的营养就会往下面的分支输送 这样下面的分支它就有机会长起来了 长多了以后分支就会越来越多了 像我手里面拿着这一盆 如果你感觉分支不够 你可以接着继续的给它打顶 直到打到它的分支合适为止 因为有一部分的菊花 现在还不是花期 我手里面拿着这个是猪一枝卵 这猪一枝卵其实 有的花期早了 现在已经开始开花了 实际上它真正的剩花期就是到秋天以后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继续的给它打顶 把让它的分支变得更多 这样秋天的时候它就会开花爆棚 会开得更好 注意这段这个品种也是很优秀的 它是日本引进 这两年也是网红品种 它能成为网红 它也是靠本师的 因为它的花期可以从秋天 一直跨越冬天到第二年的春天 现在价格已经完全被打下来了 如果有话有喜欢这样的小秋菊品种呢 大家可以去处一处 大家可以去处一处